配合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和平纪念日 批立中华大会堂三机构 联合36个华社组织举行攻击 这一道在二次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罹难者 缅怀华社先贤无私贡献 批中华团组织以三大要点 呼吁个人乃至国家领袖 必须尊重差异 秉持包容价值观以及中庸之道 共筑和平精神 批立中华大会堂三大机构 联合州内36个华社团体代表 今早聚集在仪保江沙路的仙朝纪念碑 出席815和平纪念公祭 公祭仪式今早8点半开始 由批立中华大会堂会长拿督官和贵 仪保董母公主席 也是华团前辈的陈梦立先后致辞和宣读和平宣言 批立华团组织发出三大呼吁 敦促个人必须尊重差异原则 社会领袖应该秉持包容与户外价值观 以及国家领袖秉持中庸与正义精神 共筑持久和平的基石 百明华团代表较后向墓碑三鞠躬再献花 全体墓哀30秒再对墓碑三鞠躬 现场气氛庄严肃目 二战结束78年 功绩不只是让下一代了解历史 更重要的是宣扬和平精神 各族莫忘先被牺牲 更应该抛开宠剑维系国民团结 现前各大民族争取了我们独立 也争取了我们的宣法 在宣法之下 我希望大家尊重我们的宣法 还有我们的国家五大原则 大家共同努力 不要再两极话 很多两极话是不了解 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是 抛开这些成见 大家共同努力 我就恐怕下一辈年轻的 他们会把这个历史的 过去的一些不幸的 才能慢慢的忘掉 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保存 每年都要举行这种活动 让年轻的缅怀 记得我们过去的那种先人 怎么样为国家 为之旋做出牺牲 霹雳华唐认为 和平得来不易 历史必须铭记 为了让年轻一代饮水思源 公寄活动必须传承下去 同时计划未来举办 促进各族团结的活动 通过互相谅解 创建美好的马来西亚 同时计划未来也会优优优独уд 好了 我们下期见